今天咱来一个不一样的鸡翅 首先呢 这鸡翅啊 咱需要给它去骨 直接切去顶端的骨头 我们只需要把鸡翅平铺在板上 轻轻一推 推到底 撤出这个骨头 一个完整的去骨鸡翅 鸡翅当中加入一些料酒 一点点的盐 我们把它腌制一下 虾仁直接用刀背 我们把它砸成虾胶 虾仁当中加入一点点的盐 四分之一勺的淀粉 把它摔打上劲 将打好的虾胶酿入到鸡翅当中 酿好虾馅的鸡翅 咱们把它关上一根香茅草 香茅的香气啊 可以给我们这道菜 增加独有的风味 锅中来点底油 油温啊 咱给它烧到三成热就可以了 下入酿好的鸡翅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加入红椒一起煎至 烹入黄酒 加入清水 调入鱼露两勺 加入两片柠檬叶生抽 加入一些蟹味儿菇 加上锅盖 咱们啊 焖上五分钟 时间到 挑去里边的这些醋料 调入一点白糖 蛾味增鲜 盐 转大火收汁 柠檬叶和香茅草的加入啊 是咱们这整道菜 香气非常的浓郁 汤汁收容之后 关火 起锅 无鸡不成席 万事当头疾 祝您大吉大利 我们下期见 好